作词 李宗盛 大家我是胡夫奇社 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 这一阵子的话呢 有一部电影龙与地下城 盗贼荣耀上映了 那它的周边产品呢 其中有一款就是这个 可以变形成骰子 跟奇幻生物的产品 那目前已经出到第三波 那眼前的这四个呢 是第一波推出的玩具 在台湾呢 它是属于加勒服限定的通路 所以如果你没有到加勒服 买到现货的话呢 基本上很难去买到 那我自己的话呢 也是用了N倍的价格 把它买回家 这四个呢 我直接告诉各位 我是台币两千把买的 其实它的原价来买的话 四个加起来大概一千八 就可以买到 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 一次全部收到 你要单独去抽的话呢 任何一款呢 我当时要买的时候 每一款都是台币九百 甚至有到一千块钱 才能够买得到 那这个也没有办法 就真爱嘛 我是个非常喜欢 龙与地下城的老粉丝了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 只会先跟各位挑第一款来做分享 那我今天的话呢 是选择了这款 比后的眼魔 那当然其他几款我也稍微聊一下 那我有去看过这部电影了 那当然的话 是老粉丝是必然要支持的 那么这款 红龙 黑龙 他们其实呢 并不是写红龙跟黑龙 你没发现 它上面其实有给他们一个名字 那这个名字的话 是代表说 它电影里头 它确实有出现的 这个红龙的话 你没有觉得它很胖 对 在电影里头 它是非常胖的 然后黑龙 黑龙的话呢 是在一个回忆的过程中出现 然后这款消头熊的话呢 是电影里头出现的 那一位德鲁伊 那位少女的话呢 它变身之后的三个战斗形态 其中一个 不止三个 反正是它战斗形态之一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这一款比后的 这个眼魔的话呢 反而 我如果没有记错吧 电影里头没有眼魔出现 没有比后的 还是说我看太快了 我没有注意到 但是我全程没有尿点 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 强烈建议各位去看一下 那它变形之后呢 是一款二十面骰 二十面骰呢 在龙女地下城的世界里头呢 是最常使用到的骰子了 它呢 可以直出一到二十 乱数出现的一个数字 各位应该能够看到 一啊什么的 那 这个骰子的话呢 千万不要拿去真的跑团用啊 因为它并不是 真正标准的一个重量的分配 而且它某些地方 像这个十九啊 还有这个啊 这个Dungeons and Dragons的这个Mark 这个的话呢 是相当于二十的位置 为什么我觉得它二十呢 因为它是一 一这个数字的对面啊 所以它一定是二十 那按照这个东西 你去投的话呢 基本上它很难出现 很难出现一了啊 为什么 因为二十 它这里是凸出来的啊 根据物理 它会把它滚动过去 所以这是一个不容易投到一的一个骰子 大家请尽量多用 对不对 龙尾地下船里头啊 骰子是决定很多事情的啦 就是投到二十啊 就是必成功嘛 投到一就是必失败 好啦 没关系 这个跑团跑很多年啊 然后这个骰子上面的话呢 它是一个变形玩具了啊 所以上面有一些裂缝 但是数字的话呢 各位就可以稍微看一下啊 千万不要拿去跑团 还是怎么说 那它这款Beholder的变形呢 可以说是极为的简单 极为极为的简单啊 从这个地方啊 有几个裂缝这个地方 你把它抠开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 把Beholder的这个眼膜 它的脸就露出来 那上方的话 这里有一些球形关节 如果各位愿意的话 就可以稍微的 再把它给弄得散乱一点啊 让它上面这些触手 对不对 把它弄开 那么呢 它的一个背后这里 还有一个地方要翻开来 从这个地方 这里也可以翻开 这里挑出来 另外一侧也有啊 把它给挑出来 那都挑出来之后呢 里头的这个部分啊 是可以把它往外面推一点的 把这个Beholder的这个脸呢 给尽量拖出来 它的一个最大的幅度 大概动到这么多 那里头的这个 其他这些软胶件的这个触手的话呢 各位的话 再按你的一个审美 去把它做一个调整 原则上就是尽量把它给脸给推出来 然后它的嘴巴是可以动的 嘴巴这里动出来之后 里头有紫色的舌头 那这边还有一个肉 这个这个是像是一个肉模的一个设计 也是软胶部件 这可能是它最生动的一个地方 牙齿全部是软胶部件 不用担心它咬伤人 那牙齿本身可以动 那眼珠子不能转啊 能动的话就是上面这些触手 当然包括这个地方都可以动 那Beholder在龙尔一架声里头 是非常恐怖的生物啊 除了可以让一些魔法无效啊 还有让这个人类啊 啊不对 让敌对生物呢 什么什么混乱啊 什么的 非常非常可怕的家伙 在CAPCOM的这个大型电玩 龙尾地下城里头 它也是有出现的 在浮海里头出现啊 基本上呢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呢 是很难打的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款 这个Beholder 这些把奇幻生物都变成20面骰啊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了 个人超级的喜欢 那就利用这几个 给各位做一个分享 谢谢给我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